市長的問題,究竟是市民Idiot,還是政府Incompetence? 麥美娟議員,你問了很多條問題,我覺得政府已經回答了你部分的問題 郭家麒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在說話的時候,香港有第二個武漢肺炎的病人是世世 我以為今天市長來有什麼消息告訴香港人是可以放鬆一點 可惜繼續是不作為、無能、說廢話 這個不僅是一個天災,這是人禍來的 郭家麒議員,請你提出你的普通策詢,好嗎? 主席,麥美娟問那麼久,一句話都不出,你要不要這樣? 郭家麒議員,你是發表言論,不是在問 我現在正在問,我現在正在問 我現在正在問 我現在正在問,需要這樣嗎? 要封關的不肯去封 要管的所謂的強制隔離 就做這個不清不楚、形同虛設的自願隔離 要幫助的市民,包括是前線醫護、基層、長者、劏房 連口罩都沒有就不會幫 現在是全城鎮露、天怒人怨 你們這些高官都會說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市民對政府一點信任都沒有 我們在說,問你有關於湖北省怎樣去撤僑 上個月尾二十幾個國家已經開始撤僑 但是香港人在這裡等到現在 是不是香港人賺一些是可以不用理他 我問你一些前線醫護人員的裝備 現在二月中,香港大學的研究 是說到這個疫情最快到了五月 只有一個月的裝備 他們在哭口說不夠裝備 我再提醒你,請你提出你的 我現在問,梁君彥 我的問題就是 當我們的前線醫護不夠裝備 只有一個月 我們眼看到我們的警察 在長安村那裡,大家表露無遺 衛生署的官員上去做事的時候 前線人員上去只有一個外科口罩 薄薄的保護衣 那些警察站多長遠 戴N95口罩全身保護衣 問了政府多少次 那些墨樓署裡面的東西去了哪裡 一點都不回答 你剛才都會說張建宗司長 你說要前線的要是高危的才戴N95 我請問那些警察站多長遠 碰都不碰那些街坊是什麼高危 還有,當我們的局長 政府叫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聚集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還有幾十個人沒有戴口罩 攬頭攬頸,在房間那裡唱歌 然後在那裡煲煙,看不到 還要說什麼,不懂做警察 要看方中信成龍做警察 有沒有搞錯,這個政府現在去到 已經是離了大譜了 我問題問你兩樣 你什麼時候才將警察 是不需要用的N95全身保護衣 送回給醫管局的官員 還有對於你現在 警務處長鄧炳強所作所為 大家明白,我們現在不是怕警察故事 我最怕是無間道 警察會發佈 警察也要你什麼時候 警告指出 警察會做警察 警察會發佈 警察發佈 警察還要求警察 警察也要求警察 警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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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被警察提及到警察 我們不斷和他們保持聯絡 透過當地的武漢板和他們有溝通 送藥已經送了不少了 我們也安排了藥物送上去 是不容易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這個困難 不是就是武漢 是湖北很大的 有些香港居民去到一些十年的地方 十年離開武漢五百多公里 另外去到那些 恩施又去到六百公里 那是七個小時的車 所以分散 送藥都已經不容易了 物流過程 因為很多城市已經不通車 你也知道 他們已經沒有交通 所以我們也是排除萬難 他們的福祉是我們的福祉 我們很關心他們 所以我們全面部署審診行事 我們密切都監察著 如果要回來要分批 很難集中一堆兩千多人 怎麼做呢 我們每天都在想著 他們的安全是我們很關心的 健康等等 所以大家就給我們一些空間時間 我們每一天都在爭取空間時間 希望能夠安排他們回來香港 其他的問題 因為焦點始終都在說 供應的問題 口罩等等 大家都知道 是相當困難的 現在我們全球都在爭取口罩 我們也都被停過 我們已經是全球去搶購的了 也都醫管局的部分 我也知道剛剛有部分 2月的較早前去訂的那些 也都2月的時候 都開始來香港了 所以有補給的 雖然它現在夠一個月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們繼續去爭取 全球去搜購 我們剛剛在抗疫基金 你也知道 留意有10億 是專門用來買這些防護裝備的 我們是不會淪適的 只要14位議員你有建議 哪些你認識的人 有口罩賣的 我們歡迎給我們意見 因為我們現在日夜24小時 同事是未停過的 我們不同的 真的搶在市場 真的搶 多少錢我們都不計 最重要搶到回來 讓我們前市醫護人員 有足夠的裝備 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 我已經說了 每一位 只可以問一條普通七信 你問了很多條問題 我亦都指示了政務司長 可以回答你其中的問題 請你坐下 我提醒議員 現在還有五十幾個議員 是按了按鈕 而是今天的時間是有限的 我希望 第一 議員不要在發表他的意見 希望大家是問一條普通的質詢 黃國健議員 這是什麼規程問題 是湖北的問題 我問清楚他 我沒有問過湖北 我是問他 是何時才可以把 一些警察 是不需要的裝備 給回醫管的人員 這是我的問題 你是問了很多條問題 香港人現在 日日 黃黃不可終日 你說要花超過二百五十億 要來幫忙抗疫什麼什麼 你有多少隔離營 指定診所 都不夠花的 因為林鄭這頭放火 那頭就在扮救火 我們在中間的香港人被她燒光 一獲熟 她真是攬炒之母來的 為什麼不全面封關 仍然要說的是非常有意思 但是她打死不肯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心裡有數 她要照顧北京的玻璃心 你要抗洪 整條堤壩 但是裡面 那條堤壩仍然有缺口 我們懲教署 以百萬計的口罩 究竟 你說 去了衛生署 醫管局沒有份 就是因為她不是政府部門 警方 警隊 為什麼要拿這麼多 拿去賣 究竟懲教署的口罩去了哪裡 為什麼網上也有得賣 政務司司長 首先我想一再重申 在懲教署的口罩生產 她基本上是提供給政府部門使用 也可能會有部分的非政府機構 給了他們 當然現在行政長官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有六十萬、七十萬左右 她生產的七十萬 即是開了一條線 是會給全部外判的清潔工 那些工油 確保他們的健康 這條數很清楚了 市面流入的那些 我們都是關心的 因為那些如果這樣 我們不容許 所以我們正在徹查 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個只要是不是屬實 如果屬實的話 我們一定會嚴厲 很認真去跟進這件事 你已經提出普總質詢 這件事 涂謹申言 主席 我的問題很簡單 日本的郵輪 現在我們開始撤離 我的問題就是 在撤離日本郵輪的情況下 第一天你的決定和計劃是哪一天 相比於湖北有千幾二千香港人 你第一天決定和計劃撤離他們 是什麼時候 我為什麼這樣問呢 因為那些香港人 他認為你不是純粹因為技術問題 而是你可能是有沒有心 以及其他更複雜的問題 他們想知道你第一天是什麼時候 還有最後 第一班機 第一批湖北的香港人 你大約估計 會什麼時候 可以成行 他們看著日本的郵輪 你們做的是幾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幾天 請你告知我 第一天去決定和計劃 在這兩個案例裡面 請你告知的日期 政務司司長 主席我請請李家超保安局長 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回應 保安局局長 多謝主席 在我們處理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的事情 其實當我們知道 船上有一些確診的個案 我們已經展開我們的工作 當時每一天的變化 令到我們按著時態的不斷發展而處理 所以很難說是一個正確的日期 但是在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已經密切去監察著 也都是經過我們駐東京的經貿辦 不斷去拿資料 大家都知道在疫情的事件裡面 不斷變化 每天都不同的 我們已經是 大家都知道 已經派了人去日本 由保安局副局長和入境處處長 是親身處理的 我們也剛才 向記者說了我們最新的發展 希望第一批可以在今天 就可以上我們的包機 飛回來香港 我們也會爭取 將我們香港的居民 整批在第一天 盡量讓他們下船 以及用我們的包機接他們回來 我們不排除任何的部署 去處理現在還在日本的香港居民 多謝主席 陶根新元問武漢那邊是怎樣的情況 湖北 聶局長 答 不答問題 聶德權局長 主席 有關在滯留湖北的香港人 當我們接到有關的求助個案的時候 當然我們即時就是為他們提供協助 但同時間作為那個預案的準備 我們也是有計劃 當有需要的時候 怎樣可以去安排他們回香港 所以有關規劃的工作是一直進行中的 正如我之前也有提過 我們去計劃這件事 也都考慮在湖北 現時的港人的人數 和去分散在不同的城市 我們會看回我們現時香港的檢疫設施 第二就是當地本身也是一個 疫情爆發的地區 當地政府也是在控制著疫情 所以我們有關的安排 我們都會和內地政府去商討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是會去按照那個情況 希望能夠可以盡快 能夠可以安排到他們回來香港 也都很明白到 有很多的香港人 他們都是過去探親 他們住在他們親戚的家裡 也都沒有想過會留那麼久 因為當地是有那個疫情的控制 所以每個區域都是封閉管理 所以我們會繼續在短期內 我們繼續在藥物上其他方面的支援 但是有關他們回來香港的安排 我們一直都已經在做那個計劃 也都會和當地的政府去商討 當是有那個時機成熟的時候 我們會馬上去做 也都會適時向大家交代 多謝主席 沒有答理 問題很簡單 因為撤離是要拍板和決計劃的 會兩個案例裡面 拍板和計劃的第一天 是甚麼時候 哪位 是不是不敢回答 哪位局長或者司長 講了一個簡單的回應 李家超局長 我剛才其實是回答了陶議員的問題 在一些疫情的急速變化裡面 每一刻都是要留意它的最新發展 以及要看一下我們掌握到甚麼資料 從而作出決定 在我們去處理鑽石公主郵輪這個個案裡面 我們是要經過 第一 我們駐東京的經貿辦 拿第一手資料 第二 也是經過我們國家駐日本的大使館 去拿資料 也都要經過我們和專家 大家討論如何處理這件個案 亦都要參考世衛在這方面的一些看法 日方如何處理整件事 亦都是影響我們整個計劃的 所以每一刻我們都要留意著 事情的實際發展 從而作出判斷 多謝主席 張華峰 主席 我不是問你一個過程 是否決定 局長有沒有 你提出了問題 局長有沒有補充 主席 我希望陶宇議員不要歪曲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其實已經告訴你 在不同的日子 我們掌握不同的事情 大家都有討論應該怎樣做 不同的時候 我的同事也好 我本身也好 以及不同的局 在參與這件事情裡面 都會有意見的 我記得應該是我在上次 記者知道會 向大家說我們成立了 在保安局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的時候 我們在小組裡面討論很多事情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希望 我想陶宇議員 未做過行動 我們在級別的節目